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杂刊 海洋一直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一些水下探险家们经常会在海底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在海底发现的奇怪事物 在新泽西州将近30米深的水下 有一些火车静静地待在昏暗的海水当中 在19世纪50年代 这些火车损失了将近100辆 他们正在那里进行秘密冬眠 直到1985年 这里才被一个叫保罗·希特勒的人意外发现 那里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人类踪迹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火车头似乎是一种罕见的2-2T级模型 每个重约15吨 所以难怪他们会沉入海底 不过 这一发现最奇怪的是 没有任何关于他们丢失的历史记录 有人认为 可能有人故意掩盖了这个问题 也许他们故意不让其他人知道 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我们都知道巨石镇 但如果我们告诉你 在2007年 密歇根湖冰冷的湖水下 还发现了另一个巨石镇 那会怎么样 一群来自密歇根大学西北学院的科学家 当时正使用特殊的声纳技术 扫描密歇根湖的湖底 他们当时本来是寻找沉船 但在大特拉福斯湾12米深的地方 发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先是发现了一些独特的发现 比如沉没的船只和汽车 甚至还有一个内战时期的码头 结果 后面发现了一系列排列整齐的巨石镇 我们连英国的巨石镇 是如何形成的都很难搞清楚 现在又发现了水下的巨石镇 科学家们更懵了 但他们还发现了一块 被认为有一万年历史的巨石 上面有一只如此像的史前雕刻 不管在那些水域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都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相距甚远 当提到水下城市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我指的当然是亚特兰蒂斯 这座永远难以捉摸的失落的城市 它可能藏身在大西洋中部的某个地方 千万人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许多人都想在有生之年 瞻仰他的奇观 甚至还有人声称绘制出了他的地图 不过后面已经被证实是虚假的 直到现在 人们一点头绪也没有 赫拉克利文古城是在2000年被发现的水下绿洲 在一些罕见的碑文和古代文献中 他只是一个偶然的提及 但是后来一位名叫弗兰克高迪奥的考古学家 在一些先进的水下筛查技术的帮助下 发现了这座古城 在埃及海岸六公里外的海底 他发现了64艘船 船内无数的金银财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也许发现亚特兰蒂斯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大自然 最晦涩可怕的现象上 它被称为厄运的冰质 它看起来像是某种龙卷风 但那不是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那种 这一视线实际上是发生在海底 一股强大的冰柱 强力地将它推倒到海底 在它的路径上散播任何海洋生物 它的危险性就如同它听起来是冰冻的 摧毁了一切在它的周围 但这种结冰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科学家分析认为 它是由下沉的盐水所形成的 由于盐水的温度极低 导致周围的水冻结的相当快 最后形成了这个独特的形状 想象一下 它们会将这种冰冻条件 传输到海底 即使海星也逃不出去 虽然它们好像对生命很残酷 但一些科学家却认为 生命的出现可能正是由于海滨 好了 本期关于海底的神秘发现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您对哪个东西更感兴趣呢 请记得在下方留下您的看法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